那時候就受到一些暴力的對待 我某一件事的原因 或者是過程具體是怎樣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 如果是得到一個批准 在內地進行採訪 而又是進行正常採訪的過程裡面 他們的人身安全是應該要得到保障 而進行正常採訪的時候 亦都不應該遭遇到一些暴力的對待 所以發生這樣的事 就是很讓人遺憾的 我覺得這件事發生了 我也看到新聞 就是說特區政府 包括政務司司長 和政制事務局的局長 都分別都表了態 我覺得都是需要特區政府 都是要從維護香港記者採訪的權益 都應該去關注這件事 還有應該通過一個官方可以有的渠道 盡快去了解這件事 還有就是看看怎樣可以 就是能夠有一個好的處理 而我覺得就是 因為這次牽涉到就有一個執法部門的 我覺得這個執法部門 也都應該要出來去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去對待記者 那我覺得他們是要欠一個交代的 那其實最近都發生了不止一次這樣的事件 就是有前幾天也發生了另外一次事件 那這個記者那個 在內地進行採訪的時候 那個人身安全和他們的正常權利呢 是應該要得到一個比較大的保障 那在這方面呢 就是我自己都會準備 就是作為業界代表 那是已經指示我的同事 就是準備了信 傳兩個渠道去跟進這件事 一封是會給特區政府 而另一封就會通過我 另一個身份就是人大 希望從那裡都能夠跟進一下 那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你剛才都認同這些行為是暴力行為 你會不會驗責他們這種方向的對待記者 就是任何的暴力行為 都不應該被容忍 可以這麼說 那當然那個原因是什麼 還未人清楚了解到 但是作為一個記者 如果進行採訪的時候 是不應該得到這樣的對待的 如果他的採訪是正常進行的話 所以我覺得首先都是要了解清楚這件事 的真相到底是怎樣 然後才考慮應該怎樣去應對 人大就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人大就有一個信訪部 我亦都會通過那個信訪 作為我們人大代表 本身都有一個反映意見的渠道 就是通過人大秘書處聯絡局 那裡是一個正常的渠道 另外你提另外一個 就是說應該這件事 如果釐清了到底是什麼事之後 有什麼需要跟進的 的回應 行動 就要看回那個事件的真相是怎樣 如果是有一些 做得不對的地方 那我覺得 期望一個 就是道歉都很正常 那其實今次的記者 首先都是要寫了回報書 才是否認識 你覺得這一個做法 是否一個欺負的情況 但你不應該要改正這些 具體我都不太知道 就是你講的 我自己都要了解整件事的過程 包括如果可以的話 譬如說我都想接觸當事人 了解到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當然最好的就是說 另外一方也都有一個 清楚的交代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全部的真相之後 才可以有一個恰當的跟進 那種正常的問題 是否會有任何問題 是否會有任何問題 在這時刻 有任何問題 是否會有任何問題 是否會有任何問題 因為我們不可能 解釋整整的 但我相信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 大聲一點 政府就是官方渠道 因為這次牽涉有政府部門 所以那是一個恰當的渠道 譬如說特區政府 可以通過港澳辦 去了解事件的真相 以及要求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想這些都是政府可以做得到的事 我認為第一件事是 我們欣賞一個解釋 的事情 有什麼事發生 和為何這些行動 都被拒絕 我認為這次的解釋 是最重要的事 前面我們可以決定 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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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實 我不一定會做同樣的結論 因為事實上這些類似的事情 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偶有發生 發生的時候 也可能每一個事件的背景、環境的因素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不能夠一概而論 其實這是有很多方面的 一個方面就是國內的體制上 譬如說容許境外的記者採訪的時候 他採取的政策是否有更加完善的空間 另外在安排上面又會不會有提升的一些地方呢 又或者如果在境外的記者 可能在過程裏面未必一定很了解熟悉內地的運作的時候 怎樣可以讓他們掌握更多的這一方面的信息、資源 讓他們可以更加好去執行他們的採訪工作呢 這些都是我覺得雙方面都可以做一些事情去改善的 又未必會說好像你說的那個所謂收窄的 事實上我自己的感覺過去一段 譬如說十年八年 其實境外記者在外地採訪那個空間 我的感覺總的來說是越來越大的 也是可以接觸到的層面也是越來越闊的 就不是說收窄緊的 那當然呢 是不是可以再有更好的安排 更闊的空間 還有更加多的保障呢 這個就要大家一起努力了 馬上就想問一下 你會說有很多新發生會被保障 就要認同他們 是 你會說有些問題 譬如他們那些人有時 這麼粗暴的方式去做 就是我們的創意之類 就是用一個粗暴的方法 當然是不理想的 是不應該的 如果他們特別是正常採訪 但是一些執法部門 他們在執法的時候的過程 他們怎樣去決定行使一些 就是所謂暴力 或者是粗暴的方法 這裡可能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準則 我們都知道 如果執法的時候 有在一些情況 就是暴力 或者是用一些強力的措施 有無可避免的 但是是否應該用在記者身上 或者是一個正常採訪的情況之下去應用呢 這個就應該要有所檢討 具體我就很難說 但是譬如你說從數量上 或者就是可以活動的空間 或者就是申請一個採訪的准許 所以我相信都是比以前是容易了 就是這個起碼這一點 還有就是 採訪報道也都是多了很多 就是從那個客觀效果來說 就是只能夠簡單這樣說 但是這次都會有出現 就是以前都發生過的 就是一個小小的情況 跟我們說 資質的影響 資質的影響 其實是同警察 或者是同警察 會不會跟他們 合不來香港的記者身上 會不會有出現 我覺得如果我們看回 依法治國 或者是依法施政 在沒有一個法律的裁決之前 就要任何一個個人 作出一些承諾 我認為都不一定是很恰當的 就是無論是記者 或者是什麼人士 就是這個都應該要 大家去檢討一下 因為實際上 理論上 如果我們在香港習慣 就是無罪推斷 就是這個 如果他真的犯法 而又真的要執法 那應該你就採取一個法律的程序 然後才有最後的裁決 那這個才是一個 比較公平合理的做法 OK 謝謝 謝謝 謝謝